你好 本期视频的话 我们又来看台这个苹果的macbook 爱尔 啊 这台电脑是什么问题呢 啊 据这个老哥说 他说这个电脑是不开机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描述 他留了一个纸条 这个网友说 他说在网上看到你的视频感觉比较专业啊 诚信 前几天他卫星上跟我联系过的 都说现 现在来将这个本子发过来 叫我帮他维修一下 这个故障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描述 他说长时间没用 然后打开使用的话是正常运行的 后面呢 突然出现了这个黑屏 再也无法启动了 充电灯的话是先由这个绿色变成橙色 自己拆机发现电池电压不对啊 拔下这个电池仍然无法开机 主板上的五幅电压没有 看来这个老哥应该自己有万用表 应该自己测量过 这个五幅的电压都没有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通过电看一下 这个是14.8伏啊 我们现在通过电 插上可调电源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是绿色的灯啊 变成橙色的灯 确实就是 然后呢 我们细心一点的 网友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我们这个灯啊 我们这个 电流灯在跳红灯 那么说明我估计应该这个主板上可能有短路啊 我们现在再拔掉再试一下 拔了以后 我们再通电 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灯在闪烁啊 红色的灯在闪烁 说明这个主板上应该是有短路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把这个机器拆开啊 这边能明显的听到这个 呃 可调电源里面有这个 继电器 在不停的在关断啊 在不停的闭合 有这个声音的 接下来 我们就把机器拆开看一下吧 现在呢 把这个电脑给它拆开啊 我们给它包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后盖啊 没有明显的进水痕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里面 呃 看起来成色都挺好 呃 灰尘基本上都没有啊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现在测量一下 我们先来测一下 看一下这个电池现在还有没有电啊 我们现在可以量到这个电池的电只有0.09V 这个电已经全部用光了 全部用光了 我们现在再来通个电 看一下这个公共点 有没有正常的产生啊 擦擦擦可调电源以后 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可调电源还是在跳啊 还是在跳表 而且这个可调电源已经发出了这个呃 呃 哒哒哒的这个继电器的这个保护声音 我们现在来量一下 现在量到这个公共点 8.59V也在不停的在跳啊 有点跳动 然后这边 这边应该是5V 5V这边电压在跳 3V 3.3V看到这边也是在跳动的 也是在跳动 好 我们现在把电断开 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些对地组织 看一下这么正常 电池这个也要断开啊 我们现在测量一下公共点 公共点现在这个因为上面有电啊 我们现在测一下这个公共点 公共点这边测出来是对地是143啊 这个是正常的 然后这边这个应该是5V 5V 我们现在已经测量到这个是对地是直接0.0.0 然后这边 这个是 这是芯片组供电啊 这个应该是1.05V 151 这个是内存供电 155 158 这个是CPU的供电啊 CPU供电是37 这个是正常的 37 那么我们现在大体的判断了 这个应该就是5V这边出现短路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准 这边应该是正常的 317 因为这个绿灯都亮了 这个3.42V应该是有的 我们可以来量一下 先通过电 可以测量到3.42V啊 正常的 3.43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把这个主板给它拆开了 拆开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5V会出现一个短路的情况 这个主板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拆出来了 我们拆出来以后啊 前面现在是凉的啊 这边这个5V这边的电感对地是0.0 接下来呢 我们来对照这个点位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V到底去到了哪些地方 啊 这个的话 就是这个主板的点位图啊 这边呢 是5V的电感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A27520 这个就是5V的电感 这个5V电感呢 一共去到了28个地方 28个地方 其中呢 多数的话是这个电容 然后的话 也有几个芯片啊 这边这个是USB的转换芯片 这个转换芯片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供电芯片 像供电芯片跟转换芯片呢 这些一般的坏的并不多 一般的可能是电容坏的比较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感的左边 这边有好几个电感 有好几个电容啊 电感的左边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可以其实先优先的把这个电容 把这几个大电容 我们现在把它断开试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对地是直接零零零 那么我们用这个烧机法也不一定能烧得出来 前面我们测量的啊 就是这边这个5V 这边对地零零零啊 然后它这个与它相连的话 这边这两个这三颗电容都是一样的短路 都是一样的短路 然后包括这边这个USB这边供电的这个电容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先优先把这几个电容 一个一个的来断开试一下看 好 我们现在已经拆掉了一个啊 我们现在拆一个来测量一个 啊 运气很不错啊 我们拆到第一个的话就已经好了 我们来量这边 这边现在也不短了啊 说明应该就是这个电容坏了 这运气真的不错啊 拆到第一个就坏了 我们直接把它撬掉 然后跟它换一个好的上去 另外还有一个啊 前面我们拆到这边这个风扇这里啊 发现这个老哥他这个上这个风扇的时候 这边这个螺丝可能上的时候有问题啊 上错了 然后导致把这个下面的螺丝柱都已经掉了 这个锡脱掉了 我看了一下下面这个 PCB板还没有损坏 所以等一下我们弄好之后 这边要跟它重新跟它焊好 不然这个风扇可能固定的话会有问题 大家如果说自己在拆开清灰换归制的时候要注意 苹果的话这一颗螺丝啊 这一个位置这个螺丝是最是比较短的 然后它的帽子不是这种大的 这个大帽子应该是上这个左边的 如果上到右边那么一拧的话 这个下面这个螺丝柱就会掉 这个螺丝柱都会直接掉了 要注意啊 这个以前因为我也犯过这种错误 现在找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料板 我们从上面这个位置来拆一个原装的这个电容上去啊 这个容量跟它原来是一样的 我们来拆一个过去 这个电容的位置不太好焊啊 不是很好焊 这种电容的话尽量不要用风枪 因为这个风枪的话温度太高了 这个电容会烫坏掉的 只能用这个电脑体好 这个电容已经下来了 焊接的时间尽量要缩短啊 因为这种电容的话温度高 它就容易出问题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换的电容 现在已经好了 我们现在再来测量一下 现在可以测量到这个5伏对地是415啊 100 415 然后这边3伏的话是342 接下来呢 我们来通过电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5伏能不能出来 我们就先插一个电源头就好了 如果说只插电源头不插这个排线的话 它是不能充电的 但是是可以开机的啊 我们现在来通过电 好 插上这个电源以后啊 这边我看到它这个电流已经上去了 我们来测量一下 这边公共点8.59 这边5伏现在可以看到5.13伏 这边3.3伏 然后这边是1.2伏 1.2伏 这个是1.05伏 那么我们前面这个说反了啊 这个应该是内存供电 这个是芯片组的供电 然后这个是CPU的供电 1.75伏 这边都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风扇的固定螺丝柱 要把它焊好 我们先要从这个风扇上面把它卸下来啊 这个还没有卸下来 这个螺丝太长了啊 太长了导致的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螺丝柱放上去 这个因为我们不太好固定啊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 这个螺丝柱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焊好了 我们把整个机器给它装起来 再来测一下 好 这个苹果机啊 我们现在已经装起来了 那接下来 我们来通电再来试一下看 通了电以后 现在可以看到明显这个电流已经上去了 这个第一次量机的话会比较要慢一点 因为我们前面放了电 不知道它这个电池是好是坏啊 因为它这个机器放的时间比较久 现在电池里面直接是0伏了 很有可能这个电池是彻底的坏掉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听到这个苹果的开机的声音 苹果的logo的话已经出来了 好 我们现在已经进系统了啊 进了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池 这里是打了一个叉 打了一个叉 这个电池估计是坏掉了 这个电池这边直接打叉了 我们镜头拿近点可以看到这边 显示这个电量是100 但是直接打叉了 这个电池是坏掉了 我们直接进这个客人用户啊 他前面这个用户我们就先不进了 因为这个是客人用户 所以的话这个电池标志我们可能看不到 我们直接去这个关于本机里面 就能看到这个电池的信息 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这个电压之类的这些信息 如果没有的话 基本上这个电池坏掉了 这个机器应该是13款的 找到这个电源这里 好 这边能看到这个电池的信息啊 电量的话现在是0 直接是0这个电量 然后这边循环次数这些都没有了 说明这个电池是彻底的坏掉了 那么这台机器的话就是主板这边啊损坏了 然后这个电池也要更换掉就OK了 那么这台机器我们就全部检测完毕了啊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添加关注